高潮音速武器 在现在的武器制造中,有一种东西决定了其成品的水平,那就是先进材料。 此前F22能成为当时世界上唯一的隐身战机,就因为美国在武器装备、涂料上取得的成就,随着各种武器装备向着更快、更强的方向发展。 各国在材料研究方面都下足了功夫,作为未来武器的发展方向之一,高潮音速武器成为各个大国都追捧的对象,以及一小时打遍全球的特性。 各国现有的防御武器在它面前,就犹如是指红的一样,各国在这方面都多有研究。 而我国在上个月的成功测试,也表示我国在这一领域已经走了很远。 经过对高超音速飞行器的研究,是和高超音速飞行器的外形有生力体、轴对称旋程体、承波体等。 在今年8月份,我国就进行了首次承波体高超音速飞行器的试验,并取得了圆满成功。 星空2的成功试验也表示我们已经具备了制造安全可靠的高超音速冲压发动机的能力。 同时在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热防护材料方面,也有了傲人的成就。 高超音速武器由于高超音速飞行器都是速度超过5马赫的存在,其在飞行时与空气摩擦将产生高达2000到3000度的高温,而这一温度足以烧毁任何电子元件。 即使是钛合金在这种高温下,其物理特性也将发生改变,因此热防护材料也成为高超音速武器。 在制造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关键存在,在目前,全球最主流的热防护材料,就是新型陶瓷材料了。 由于陶瓷材料具有耐高温、绝缘、硬度高等特点,它受到了各国的追捧,可以说是热防护材料的不二选择。 而恰巧,作为瓷器的发源地,我国在这一方面同样不落于人后,在去年早些时候,我国国家航空材料,研究总院和北京一家公司合作,成功开发的ZS1091奈高温陶瓷绝缘涂料,性能就已经超过了国际先进水平。 随后,我国的科学家们更是将陶瓷和海绵这两种毫无关联的材料结合在了一起,研制出了一个新型的超材料陶瓷海绵,这是像了不起的突破。 它在具备耐高温特性的同时,还具备海绵一样的快速变形和复原能力,同时在隐身方面也有优异的表现,可以使用到我国的尖20隐身战机身上,尖到20隐身战机。 同时还有另一种碳碳复合材料,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研发同样处于世界领先水平超,这种碳碳复合热防护材料,除了性能极佳这个优点之外,还可以在3000度以上的高温下,仍然保持相当的强度。 高超升速飞行下产生的高温对它来说是小菜一碟,与此同时,这种热防护材料还具有一个特性,就是在高温烧时下,不但不会变软,反而越来越硬,使其抵御弹体受到的高压冲击的能力更强。 可以说,正是依靠在材料领域的成果,我们在各种新式武器研制方面才不落于西方的,目前我国已经成立了多家新型材料重点实验室,相信在不远的将来,类似超材料的各种新式材料将越来越多的出现在我们面前,中国也将由此向越来越强迈进。 至终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